也從未傳出有靈異事件發生 鬼 很可怕嗎 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對我來說 更加令人感到恐懼的 是造成天人永隔的災禍 那28名化身戲院的罹難者 怎麼也想不到 只是看一張電影 卻永遠回不了家 他有說是哪裡失火嗎 在2000年 拆除後的空地 被規劃成為一塊公園綠地 他都沒有講清楚耶 其實這個傳說好像是 這塊地原本不是要做成公園綠地 他拆除原本不是要做成公園 是因為 他們要動工的時候 挖土機跟那個都會故障 一直沒辦法動 他們要動這塊要把它新建 新建成移動大樓的時候 沒有辦法動 然後一直出事情 後來 辦法會 辦的也沒用 最後就變成一塊公園 就是最後改建成一塊公園 可是 那段時間 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 但這塊平淡的草地上 除了七棵樹之外 什麼也沒有 當時 就有風水家認為 這七棵樹 是刻意布下七星鎮 已為此地除煞 最後還是蓋的不是嗎 最後不知道蓋成怎麼樣 這有說法 七年後 有建商買下此地 並在此地蓋下一棟住在大樓 對 蓋成住家 雖然當時有不少網友表示 對 又蓋成大樓 即使房價再便宜 也不敢入住 但當時 這棵新蓋了大樓 以低於行情的價格 是這棟喔 反售 在還沒完工以前 就懸殊銷售一空 只至今日 真好有人敢買喔 我不敢欸 窮比 欸真的欸 窮比鬼 對嗎 有沒有更恐怖的 有沒有更恐怖的 有沒有very恐怖的 在故事開始前 想先講一下 上一支影片 有人說的偷懶 只是把兩支影片 分開兩步上而已 沒有 冤枉啊 是因為今天這篇故事 很長 很精彩 是目前投稿為止 會讓我錄音 錄到一半的時候 還拿起護身符的一則故事 狂起雞皮疙瘩 那這篇故事也比較長 所以要花久一點時間來做它 所以我才選擇分開上片 這一次 觀眾投稿的故事很特別 文章在網路PTT上 已經嚇到很多人了 而作者本人呢 親自投稿來 就是想知道 這樣可怕的故事 用動畫來呈現 會是怎麼樣呢 那麼老樣子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遇到廣告 可以幫我多看10秒喔 故事開始囉 以下故事由觀眾 J先生投稿的 這是我之前 當替代役的時候 發生的故事 為了不要造成單位的麻煩 我就不公佈單位跟地點了 但可以提到的是 我們的單位是個 所以 是 所以 是